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的3月20号 习近平在今天已经抵达了 俄罗斯展开三天国事访问 具体的行程 就是第一天 20号今天下午 一对一会晤普京 已经会晤完了 网上有视频 习近平接机 普京没有去 然后会晤了普京 上方看起来聊得还比较愉快 然后普京给习近平很大的面子 把中国把习近平吹捧了一顿 一顿罗圈屁 吹着这小屁吹的 简直吹着习近平高兴坏了 觉得在普京眼里 觉得习近平把中国制裂点人太棒了 然后说他们今天下午 他们一对一的会晤 是这种朋友式的 非正式的会晤 你朋友的方式 然后俩人 他们两人将进行的非正式的晚餐 有一个烛光晚宴 俩人 然后第二天的21号 就是比较正式的了 早上习近平会见俄罗斯总理 米苏斯京 下午参与中俄会谈 会安排了各种会见仪式 小范围会谈 然后扩大范围的会谈 然后文件的签署 向媒体发表声明 然后晚上还会举办 正式的双方在调谈参加 正式的国宴 多位俄罗斯官员都会加入参与中国代表团的会谈 包括俄罗斯安全委员会副主席梅德维杰夫 外交部长拉夫罗夫 副总理切尔内申科 中央银行行长 纳比乌林纳 国防部部长 稍一谷 俄罗斯航天局局长 鲍里索夫 联邦军事技术合作局局长 舒加耶夫 双方都出来了 要好好聊一聊 聊一聊可能要签大单 据说万一千多亿吧 一千多亿的大单要签一个 说中国商方 目前还没有公布第三天的行政安排 不知道第三天什么 比较神秘 保留了一天没有说 然后在习近平访问俄罗斯期间 中国将签署 主要两个 一个关于加深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以及关于2030年前 中国经济合作关键方向发展计划的声明 这个来讲 还是比较 你看卡在2030年这个点 为什么是这样 习近平今年 这是刚刚的阿尔大之后 连任 刚刚两会开过 正式开始了第三个任期 第三个任期的话 现在看起来未来十年就是习近平 你服也好 不服也好 反正就是他了 未来十年都是习近平 这样的话 这是23年 最起码应该到32年 对不对 未来十年都是他 所以老习这是铁打的了 没有什么好说的 另外一个就是普京 普京的明年的俄罗斯举行总统大选 这战争打下去 我觉得对于普京胜选还是非常有帮助 现在普京在国内支度非常高 超过80% 所以普京的明年还胜出的问题也不大 那胜出之后 任期六年 明年是24年 大选结束之后 正式开始 一般的也是一 六年的话就到了2030年 所以这样 也就是说习近平和普京 到2030年之前 中国就还是他俩 没有什么大的悬念 所以你看签协议 也签到2030年 2030年之后 可能到31年的时候 俄司就会有另外一所大选 那个时候再说 他都后话了 而且到了30年之后 习近平年纪也大了 还要不要再干下去 也不好说 对吧 所以各有各的问题 但是到30年的话 还是没有问题 这样来讲 你说缺点 这就是独裁制的国家 就是说不换领导人 就一直搞下去 优点 它是一个非常的稳定 而且很多东西是可预期 所以在谈判的时候 可以谈一些长远的一些目标 各有利弊 反正 然后中国双业贸易 从2013年 当时不到900亿美元 到2022年 已经超过了1900亿美元 说实话 并不是很多 反正习近平这时间来讲 已经翻了两倍 但是说实话 真的是 不能算是很多 预计今年 肯定会超过2000亿美元 说今年前两个月 中国贸易达到了336亿美元 如果按年的话 已经增长了25% 增长了四分之一 后面会越来越多 中国之间 从贸易上来讲 还是有互补性的 这的确是 俄罗斯它 粮食 能源 化肥 这方面都是中国需要的 中国一些小商品 小家电 是俄罗斯需要的 生亡从贸易上来讲 如果就是说 大家规规矩矩做生意的话 其实还真的是 这个生亡各有各的好处 这个是事实 到2030年的话 我想 生亡最后 我觉得到2030年 生亡有可能达到5000亿到6000亿左右 每一年的贸易往来 就按照现在这种发展的话 而且 我觉得比较有可能 就是俄罗斯最后陆陆续续的 带着那帮斯坦 各个斯坦们 一起 就加入中国的一带一度 就全部都进来了 这样子带来的这种经贸往来 就不仅仅局限于中国了 那是整个 它是一个以点待面的 这么一个发展方向 当然具体的还要看明天 今天习近平和普京 还是他俩的一个烛房晚餐 两人享受一下自己的 独处的时间 明天这种各种东西 就会陆陆续续的都出来 我相信这个谈判 实际上在习近平去俄罗斯之前 就都谈好了 明天只是象征性的 大家过一遍 确认一遍 然后签个字而已 所以明天这些具体的内容 都出来之后 我们会及时向大家汇报 好吧 这期先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